你是不是因为不确定这三个字啊 因为不确定就没有办法判断 你的手术方案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因此你才会有心理障碍的 被我猜对了 就是这样 那天看你在病房里抢救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那种 把一切尽在掌控的天才性选手 像你们这种人啊 更加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改变整个世界 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的责任感会越大 而且无能为力的感觉 也会比我们更加强烈 其实当你跨过那道坎以后 再往回看 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 就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你看 我就说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少了 像我们那种人 从小到大 那已经是皮糙肉厚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 每一个挫折都是前进的动力 对吗 这样才像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该说的话 什么意思啊 怎么还人生风机呢 谁是小朋友啊 我可是成熟女性好吗 你现在是华欣大学的学生对吧 是 我曾经也是 是 零六级医学本科 师哥 幸会 幸会 零六级的 比我大这么多 看不出来啊 长得年轻啊 谁啊 至少发际线挺坚挺的 如果用了我给你的洗发术 那病人可以维持更久 你这人看不起玩笑呢 怎么说着如是还黑脸呢 别生气啦 别开玩笑啦 胡医生你知道吗 其实我特别羡慕你 真的 我觉得你有着 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天赋 像这种天赋 很多人求都求不来 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先天条件 我一定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 克服万难我要站上去 反正 遇到困难就迎难而上 船到桥头自然之 不止 我要给他仗之 林老师